哈喽大家好我是Summer 来今天一年一度的圣诞节 已经开始了 基本上的话 来这次的话 是从12月1号就开始了 不过大家每年最期待的那个 来这个雪球 今年的话冬季即逝 基本上每年都一样 Summer这边的话来 我们今天的重点 就是来玩这个 相信每年都有人开心有人愁 这边的话 我跟小班说一下 Summer这边我去年的话是 大概300万的那个自由经验吧 这个自由经验的箱子里面 我是去年一颗雪球都没抽到 所以这边的话来Summer很 就是 ok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来我希望今年我有好成绩 因为今年的话我的那个自由经验的话 是存了大概 整整700万 比去年多了一倍以上 这边的话来我希望 去年一颗都没有嘛 我希望今年的话就是 至少也给我一两颗嘛 然后这边的话来我基本上每年的话 一样跟小班做一个简单的那个介绍 这边的话来他的礼物箱子就是自由经验的箱子 他有金币 然后有一些那些收藏型的坦克 ok 这边要注意 金币箱子的话 他这边的话只有那个金币坦克 然后银币坦克的话只有一辆 所以这边的话金币箱子 他不只没有金币 他只有那些 一般的东西啊 他没有那个金币 然后他的那个战车 只有一台是收藏型 所以你重复的话只能从这一台 重复一个1500的金币 相反的我们的自由经验的箱子的话 他的收藏车就比较稍微的多一点点 反过来他是一台金币 然后四台收藏 所以这边的话不只是说 从自由经验的那个箱子去抽一些奖励 然后尽可能的抽到雪球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让自己的金币越滚越多 然后再来抽这个金币箱子 因为金币箱子的话他是 百分之雪花球的话是百分之10% 我们的自由经验箱子这边的话 你可以稍微的看一下 如果你是第一年开始玩的话 今年才加入三级站 我们的自由经验的话是百分之2% 5万一个箱子 你抽完这50个 第一个的话是免费 对150的金币 你只能在这个箱子里面的话 抽到金币 金币箱子的话是没有给金币的 我们的自由经验这边的话来 5万一个箱子 5万的自由经验一个箱子 然后你这边的话你能开50次 50次过后 他就变成7万5了 我没记错的话 每一年应该基本上都一样 然后也只有这个箱子里面有金币 最高的话是0.98% 5000的金币 这边的话我们已经要开始抽了 他现在的话 他有这个箱子 你只要战斗把它挤满过后 然后你去买 就会相对的更划算更便宜一些 不过我相信如果是说 我还是希望看我影片的小伙伴 你们的那个运气够好 不需要去买到那些东西 同样来Summer这边的话 基本上每年的成绩都不会太好 去年的话真的超惨的 你们可以去找一下那个影片来看 真的很惨 300万的那个自由经验 一颗雪球都没有 来今天的话我们的冬季集市 2023年的那个最主要的圣诞节 在12月11号正式开始了 我们这边的话来直接进入一个重点 我这边的话我们先抽自由经验的 OK这种的话是很正常 银币加升器加75的那个 75的金币啊 他好着好在他有给一点点的金币 OK你看到这种75 他好着好在这边啊 不过他的那个雪球的机会的话 百分之2% 非常非常的低哦 OK连续连续三个箱子 让Summer开到了那个 还有一百五七十五七十五七十五 哎这个的话还比较尴尬 哈哈哈哈 不过可以理解啊每年基本上都这样啊 但但我去年那边的话 哎我去年的大概就是三百万的那个 自由经验哦 一颗都没有哦所以今年的话 哪怕是两 哎哪怕是多了一倍哦 七百万的自由经验 Summer还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信心哦 你看到他这边的话 哎他是中毒了哈哈哈哈 他一直给我75的金币要干嘛 OK来不说没事哦 看我要说才行哦 这边的话给了我1000的那个金币 自由经验的那个箱子 1000的金币的话大概是1.96% OK算是里面的那个 金币金币的二奖啊 OK来刚说完又变回那个75了 我们接着开吧 OK75 今年基本上都这样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运气的话 可以在自由经验的那个箱子里面哦 把我们的金币哦累积到多少 Summer现在的话金币是46500多 不过总的来说啊 如果哎呀来来来来 哈哈哈哈 我已经今年开湖了 Summer今年的话哎 才花了一点点哎 大概花了50万的自由经验 Summer就抽到了一个那个 雪花球了哦 哇我天哪来好开心哦 OK哦这样的话 我如果是说我要保底的话 OK150 我要保底的话我就还差 还差9颗雪花球 OK哦雪花球里面的奖励的话 我们等一下再看 我们先我们先努力的 把这个自由经验 大概大概抽一下哦 OK75 这边的话来上了值得了 单单是这一颗哦 我就很开心了 为什么 因为去年哦 300万一颗都没有 OK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现在的话后面的哦 我希望还是能出来 因为我的那个自由经验的话 还是有很多 AMX5100 它的传奇迷彩 OK哦很像那个 很像那个机器人的迷彩哦 OK当做收藏 反正这台车的话 是一般的那个 350的金币 OK哦它是一般的那个 科技素的车 等下帮它用上去哦 有时间的话 改天的话再跟下午办法玩 OK 350 75 百分之2%的几率哦 开到一颗 保底的话是10颗嘛 OK漂亮了 它又来一个1000的金币 大奖是5000的金币哦 OK75 好奇怪哦 它都没有给我车 车的话百分之1.96% OK这边的话车子的话机会 应该是有的 只是说Summer现在的话还没开到 金币的话非常的多啊 OK600万 600万的话开了100万的那个自由经验了 OK这个属于的迷彩 SUE52哦 OK哦这个迷彩的话基本上 算是蛮新的迷彩啊 很多喜欢玩这台坦克的小伙伴哦 这个迷彩的话相 相对的很重要哦 哎呀我天 漂亮 哇第二颗了耶 590万 哇我天啊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 嗯 100万两颗那个 雪花球哦 OK哦 今年很像 今年很像不一样的 今年很像有戏了 去年的话300万 一颗都没有啊 哇我天啊 来Summer这边的话 可能 可能今年哦 可能今年会有不错的运气 OK152的那个 传奇迷彩又来一个了 OK757575 基本上Sky开10个的话就750 不会很多啊 我我情愿开金币哦 直接开一个金币大奖更快一点 来现在的话 坦克还没有 然后5000金币的话一样也还没有 不过雪花球哦 2%哦 Summer这边的话我开了 我开到了两个耶 哎呦我天啊 来啊去年300万一颗都没有 今年的话让Summer开到两颗 哈哈 2%啊 OK啊金币箱子的话 10%不知道成绩有没有那么好 我觉得啦OK我们这边的话还是多 把希望寄托在这个OK350 寄托在这个自由经验这边哦 因为这边的话 你基本上你只要努力的玩 你都存得到 反而是这个哦 这个金币箱子的话 基本上你就只有花钱的那个途径哦 你才能拿到 所以这边的话来Summer希望 OK第一台车子出现了 嗯法国的三级的收藏型 OKOK40 这边的话我应该是没有 这台的话我应该是对 我我之前有 可是我肯定卖掉了 5万的金币了 来现在的话5万的金币了 雪花球的话两颗 冰盒装甲的话 这个是稍微的比较 比较旧的迷彩的 不过OK行 我们这边的话一样 一样把它收起来吧 OK75 这边的话来雪花球 500万 200万 算是算是100万一颗 OK100万一颗 Summer还有蛮多的机会的 我们这边的话 如果是说成绩好的话 我们就稍微的留一点 如果成绩不好的话 我们就把它开完 因为下一个那个科技术的那个坦克 是中国的重型坦克 这边的话可能要稍微的留一点经验给他 不过我觉得啦 我觉得应该是没机会留 因为现在两颗的话基本上 你少说你都还差 OK真夜灵 你少说都还差八颗的那个 八颗的那个雪花球 OK150 基本上你自由经验你开到雪花球的话 他应该就是一个奖励而已 所以他旁边不会跳出来 他旁边跳出来的话就代表说 你没有了 这个很容易明白 所以这边的话你他旁边跳出来 两个奖励的时候肯定不是雪花球 三本这边的话来5万的自由经验的话 我开到最后最后三个了 我看到这三个开完之后 他就会变成七万五千的那个自由经验 你才能开到 不过七万五千的那个自由经验的话 他有调整哦 对他这边的话你看 现在的话雪花球 他是百分之二% 我看到两%开到 你七万五的过后 他会调整一点点 我没记错的话是2.5% OK来最后一个的话 三本开到了一个三百 三百三百五十金币 OK这样的话他现在变成七万五了 同样能开五十个箱子 下我班这边的话 你们可以可以注意 雪花球的话变成百分之二点五% 他的机会比较高 可是相对的OK 多了这个0.5 你要花多两万五的那个自由经验 算是有好有坏 这边的话来第一个 第一个箱子的话上面抽到了一个那个 1000的金币 金币的他金币的那个 几率的话有没有调高很像 很像是没有吗 刚刚也是0. 刚刚也是0.98嘛 OK这样的话就应该是只有雪花球有调整 来这边的话 OK车子又来了 这台车子的话上面肯定也是 肯定也是把它卖掉了啦 对所以这边的话来我们这边的话 那我们就先不动车子 车子的话他等一下如果再重复的话 会变成一个 会变成金币啊 OK 祝大家玩的开心 三本这边的话 也正式的跟小伙伴们分享我们的冬季集市 2023年的那个抽奖活动 我们接着开吧 说到说到三本类了 两颗两颗雪花球啊 还不错啦 不过这边的话第三颗很像 很像开始不见了 OK来 哎呀我天啊来不说没事 一说就来 哇我天啊OK 至于今天的话开到三颗雪花球 刚刚700万 700万的话600万500万400万 基本上OK现在的话是100万一颗 一百万一颗雪花球 OK哦上面这边的话 如果是说我拼保底的话 上面拼保底的话 我还差一个7颗的雪花球 OK哦这7颗 OK雪炮雪炮的话还不错 7颗的话其实 其实不简单耶 来度OK漂亮 我刚刚我刚刚头脑我在想 会不会再来雪花球 他又来了OK 4颗雪花球了 这个自由经验的话 让Summer开到4颗 4颗雪花球哦 哇我天啊 今年的话可以 去年的话基本上300万 一颗都没有 今年的话300万 4颗雪花球 所以哦你说哦官方 官方在这个几率里面 有没有做一些就是 调整我们真的说不准 你看像现在的话去年的话 Summer就 Summer就抽得很 还蛮 还蛮心灰啊你看今年的话 他给我4颗 我能说什么 没有来有存自由经验的话 还是好的 来这个的话是什么迷彩 152的迷彩 哇我天哪152那么多迷彩 他两个传奇迷彩哦 有没有搞错 这台车的话应该是很热门哦 所以这边的话 他的迷彩的话 有两个传奇迷彩 OK 这是他的另外一个 基本 基本上样子一样啊 他只是那个颜色不不一样而已 100 150 150 150的话 OK 75000的话抽了 20 20个了 OK 75 4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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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欸 上面忘记了 我搞不好的话 这边4颗 可能有机会开到新车也不一定 OK 我不一定可能 可能我不需要花 可能我不需要花金币呢 对不对 有没有这个可能 来上了这边的话 想的太美了 OK 我来第三台车子 BTSV 三级的那个 苏联清醒 这边的话我就有 嗯 剩下 OK都抽到了 剩下一台那个 4级的清醒 还没抽到 这边的话 270万 OK 基本上已经跟去年的那个 自由经验一样了 4颗雪球 我看一下 OK 漂亮来这边的话 马上重复了 他就会补偿我1000的那个金币 这边的话来 我们继续继续抽 我希望啊 这4颗雪球 就直接让我抽到新车哦 OK哦 这样的话 上面就不用花那个 不用花那个自由经验啊 欸不是啊 不用花那个 不用花那个金币去抽啊 哈哈 很贪心哦 OK哦来这边的话 来补我 补我去年 300万一颗都没有 哦 7575 OK米彩 冰盒装甲 我现在的话剩下 200万 基本上科技数的话 新车要 要多少 嗯 100万的话应该是够哦 我们这边的话呢 我可能抽到剩下100万 我们把它挺下来 OK这个迷彩 这个属于有迷彩啊 251的迷彩 哇我天啊 这个迷彩还不错耶 蛮 蛮 蛮漂亮的哦 OK哦来251这边的话 它原来也有传奇迷彩 OK 150 再来一颗 再来一颗雪球吧 OK哦这种的话 你说的话不算 你要你要在心里想它才会出来 哎基本上刚刚刚刚刚刚那四颗哦 嗯 都是我都是我还没说 它就出来了 来这边的话 能不能拿到五颗 150的金币 哇我天啊 哎其实我其实我金币这边的话 奖励很像 很像没有没有说太过好 也不会说太过差 车子的话OK有150还不错 车子的话反而是说 抽到抽到比较少一点 嗯 上面这边的话嗓子痛了 我们吃一我吃一颗喉糖 一百一百六十万 OK一百六十万的话 我们接着开 一年一次哦 OK哦来三百三百五还不错 金币的金币的第三奖还是第四奖 OK又出车子了车子的话 同样是补一个 五个一千啊 上面的金币的话来到五万五万七了 五万七的金币 雪球的话是雪球的话是没有 4颗而已 哎它里面的 它里面的那个雪花球的那个车子哦 哎不会少也蛮多的 这边的话OK 我要重大奖的话是这台FN66F 这台的话是我们今年的那个 雪球的新车啊 我只我只能拼了 OK基本上你每年的圣诞节 你都没有回头路 你要吗 你要吗就中大奖 你要吗就把它拼保底 绝对不可能 OK我拼到一半停下来 很少人会这样玩 所以上面也希望啊 我们的运气的话好一点 尤其是看我影片的小伙伴 我希望可以跟你们分享 这个喜悦哦 每一年你们都陪着我一起玩 来上面这边的话很开心 也感谢大家 OK现在的话我的自由经验的话 剩下一百万了 嗯我们看一下 上面这边的话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我有其他那个自由经验吗 OK没有 没有的话 那要抽完吗 留一百万吗 还是我先开雪球 嗯 OK没关系来我们这边的话 上面先开雪球哦 来第一个雪球 拜托 拜托 给我新车 哈哈哈哈 oh my god天蝎 OK天蝎 天蝎的话上面有了 所以他这边的话他补偿我五千的那个 五千的那个金币哦 OK哦来五千的金币 我们这边的话OK 来我们开第二颗雪花球 好 拜托 来四颗四颗给我新车 OK T22 哎呦来喔这边的话T22 欸T22的话OK 算是 算是什么 七千五 OK上面这边的话卖掉就是七千五 我们开我们的第三颗 我们先把雪花球开到 太晚 万一我中的话呢 我中的话我就不用再花钱了 OK没有来T27的话 这边的话上面没有 对这台的话是我里面没有的坦克 OK我这样的话来 第四颗 上面还差六颗 现在的话确定有四颗 来第四颗的话有美国的驱逐坦克吗 拜托 哎呀我天哪怎么都来这些 这些坦克上面都没有啊 这台的话是那个八级的那个英国重心 对哦这台的话应该是前不久才推出了新车啊 哎 OK啊是不错啦 免费拿到 免费拿到你啊 不过上面这边的话我可以不要你吗 哈哈哈哈 来哦上面可以不要拿你吗 OK这样的话我们四颗就抽完了 然后现在的话OK有金币 OK不要来上面这边的话我们想要拼一波 自由经验的话我可以存的非常的快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把自由经验稍微的开一开 我开到剩下50万好了 差六颗哦 我小伙伴基本上我现实的朋友哦 他们那边的话刚刚他们是玩了一个那个 他们是玩中国的那个服务器 这边的话我的朋友的话是 嗯花了抽了十个金币箱子 然后开到 开到两个雪花球 十个金币箱子 一万五 一万五的话开到两个雪花球 然后第二台的话就中美国的这台巨族坦克 所以这边的话来我们现在的话也开这个环节 OK这个的话补偿1200的那个金币 上面这边的话还差 OK我现在开始玩金币了哦 我还差六颗哦 哎今年的话来自由经验的那个 自由经验的话还不错 然后金币箱子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我感觉OK我来上车今年的话 我今年的话有可能要玩那个什么 上车今年的话有可能要 也是要跟去年一样 去年一样保底了 OK我有不好的预感 OK自由经验这边的话已经完了 没有 通常通常他奖励那么多应该是没有 雪球的话大概 我看一下 OK他出雪球的话不会是这样 他出雪球的话奖励应该是不会 应该是不会很多的 来开开开开开开 OK没有 现在的话可以开完五个了五个的话他会送一个那个 他会送一个那个免费的 我的小伙伴我现实的朋友 哎呀没有来四个奖励的话 OK免费的话没有 哇我天哪今年今年糟糕了 开了几个开了开了开了七个了吗 OK没有 哇我天哪来我们这边的话我开一个 哇15万呢现在的话开开一次15万 OK我开到第三层了第三层的话雪花球是3% OK3%这边的话太高了 15万一个箱子的话基本上 没办法开了太高了 这边的话呢我们来开我们的那个金币 哎金币的很像 哇金币的很像很糟糕哎我看到你不只看不到金币 甚至连雪花球都没有 小奖励倒是很多啊这种有的没有 这个的话然后这个五次的话 然后加成迷彩 还有那个自由经验 OK哦 自由经验的那个票券 他好就好在还有那个自由经验的票券 OK开了非常非常多个的 这边的话OK都没有开到 危险了 哇危险了来这边的话雪球 迷彩 这个的话是水远迷彩OK 100最新的迷彩 我没有还不错这边的话呢 收着收着收着 改天的话拍100的影片的话可以用哦 oh my god OK这个的话还是没有 下班等我一下 上我这边的话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工作的东西 来我们这边的话接着接着抽 1500 开了几个了 开了很多个了 基本上都都没有出 OK这个的话很糟糕 来OK 我直接点他才会有 我这个是直接点 OK我没有让他慢慢的开 来第五颗出现了 我再点OK 来没有这个的话是 免费的 OK免费的来 刚刚那台的话是拿到一个车子 OK OK现在的话来我们这边的话我直接再开 我们这样玩哦 这样的话就是说 如果我开到的话我就不用再浪费剩下的金币去抽 来拜托 哎呀这什么东西 这台的话上面有了 OK有的话他就补偿5000的那个 5000的那个金币啊 来上我这边的话 我的那个 我的那个 OK多少了五个了 五个 五个雪花球了 还差一半哦 还差一半哦 这样玩的话 还差一半 OMG 来上我这边的话 哈哈哈哈 哎今 今年的那个自由经验的话 玩有来出了 今年的自由经验不错 可是输在那个金币这边哦 来金币这边的话 我们开到 我们就直接开哦 OK 我们今天这样玩 我们拿到雪花球我们就开 我们不要等 拜托 哎呀来哦 四五二 四五二这边的话 OK 这个的话 这个等下可以卖掉 这样的话 Summer就差 我差多少 OK来最后四颗 四颗那个雪花球 没意外的话 Summer今年的话 应该 Summer今年应该要玩保底了哦 OK没有 他刚刚 他刚刚两颗 两颗雪花球的话 是基本上是 算是蛮接近一起出来的哦 OK来 又来一颗了 七颗了 哇 OK醒来 OK我们一样直接开 玩保底就玩保底 没关系 只要 只要不会再花更多的钱 因为今年的话 我大概玩了 大概玩了二十万的那个金币了 哎呀来没有七颗的 七颗的话没有 然后现在的话 这这台补偿五千哦 OK 差三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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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重复重复车子 车子这边的话是 OK哦这台的话我之前卖掉了 不然的话他应该是补偿一千 或者是一千五 OK 你只要看到奖利多 你可以直接按 你不要直接按的话也行 基本上他出雪球的话 他奖利不会那么多 对没错 来这边的话 这个金币箱好在哪里 他可以拿那个很多的银币 对新玩家来说 也是不错啊 来这边的话 不过Summer这边的话我是要 雪花球 雪豹 哎哟我天啊 来Summer前不久的话 才买这个 才买这个迷彩哦 所以哎 这个迷彩的话对我是没有用处 算是浪费那个 浪费那个金币啊 我不知道他今年的话 有出鲍鱼的那个 雪豹的传奇迷彩 OK这个的话四个奖励 免费的免费的话四个奖励 差三颗啊 拜托 差三颗 OK重复车子 现在的话这台车子已经有了吗 所以他有补偿一千五 Oh my god OK很紧张哦 我不想花钱 我已经花很多钱了 来今年的话 让Summer 直接拿这一台好不好 三颗雪花球 三万多啊 三万多大概 大概五六七万啊 现在剩下三万五 哎 OK OK哦 我跟小伯说一个秘诀哦 我刚刚这些雪花球 Summer都是直接按 他就出来的 你反而等他一个一个跳哦 他不会出哦 OK哦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那个 真的是这样哦 刚刚你们也有看见 Summer直接按的话 他就出 Summer让他自己一个一个跳的话 他就不出哦 OK哦来这个的话 Summer不开 我们留一颗雪花球 我们看一下我们身上有雪花球的情况下 OK来这个的话Summer要 哇你终于来了 来今年哦 有T武器的那个 这个传奇迷彩 这个的话是Summer没有的哦 这个拿的非常非常的值得 OK我们直接点 Summer这边的话 OK这个我们让他自己开 你看我自己开的话就没有 刚刚我都是直接按了 直接按的话他就出来了 2万8 2万8 8颗了吗现在 对现在的话Summer 8颗了 他最后两颗 OK哦来今年的话 就让我这样 我可以花光我的资源 你不要再让我花钱了 我今天已经花了大概 大概二十几万了吧 二十几万的那个 那个金币了哦 OK我现在剩下2万5 这个的话是免费的 大概已经开了很多了吧 对免费的话 OK没有 差两颗 真的是差两颗 OK 这台车子的话是金币型 对金币型这边的话 无论你有没有 他都不会补偿你那个什么 来这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新抽的话是0.93% 来我们这边的话我们把这一颗雪球开掉 这是我们的第八颗 OK 第八颗雪花球 来美国的 美国的驱逐 哎呦这什么东西 哈哈哈哈 哎呦他欺负我啊 他他真的一定要 OK这个补偿5000 他真的要让我花 OK哦他真的要吃光我的那个金币才行哦 哎呦他真的很坏耶 来这边的话 我没记错的话 Summer这边的话差了 差最后两颗了嘛 对我们这边的话已经8颗了 你让我留一点哦 OK哦等下还要买那个 我没记错的话等下还有那个什么 这台车应该有传奇迷彩 对不对 OK那传奇迷彩的话也要花金币耶 你不要把我金币 吃到吃到干干净净啊 哈哈哈哈 OK来我们把他奖励领掉 Oh my god OK我来Summer Summer觉得我有不好的意感 哎基本上 你最后两颗哦 我觉得算是最危险的 来OK 稳了 现在的话第9颗了 OK哦 没意外的话Summer 今天的话应该是玩保底了 对9颗雪花球了 这边的话来我们开 你不要跟我说第9颗出新车哦 第9颗出新车的话很多人会去拼第10颗 OK啊你这颗出不出都没关系 OK来这台 这台的话我刚刚有特别 拿回来我刚刚有去那个 我刚刚有去恢复战车这边拿回来 因为你没有拿回来的话 他就只能卖2500 你拿回来的话他能补偿5000的金币哦 OK这样的话来接着抽最后一颗了 基本上没有悬念了 我这边的话金币 金币算是够的哦 对Summer这边的话金币金币算是够的 今年也不能算免费啊 我这边的话Summer之前之前花的那些钱哦 也不能算免费啊 来这颗的话赶快开出来吧 最后一颗来最后一颗别闹了 哈哈哈 oh my god OK车子 车子的话一样是补偿 1500没错来那台 金币箱子的话只有一台哦 只有一台那个收藏型 收藏型的话是1500 oh my god 来小伙伴这边的话喜欢哦 下面留言哦 告诉Summer你们的今年的那个 冬季局势哦 我们的雪花球哦 你们的成绩怎么样 这边的话一定要让Summer知道 我们一起来分享 大家喜悦哦 小伙伴这边的话我是很肯定啊 是保底了 来这个迷彩的话是意大利 意大利65的迷彩 这个迷彩上面也是有了 所以总的来说 你看我迷彩这边的话 最值得的就是T57 对T57的迷彩 1万1万5了 1万5这边的话最后十几次了 ok雪豹 哎拜托你你好出来了 漫游者 漫游者是T1101是最新的迷彩 来这个的话Summer也是有了 没有的小伙伴 恭喜你们 如果你们有拿到的话 来最后一颗 ok没有 来那刚刚那个是免费的 1万4的那个金币 哎呦天啊来Summer Summer Summer抽到头都痛 我们抽以下15万了 这个超级贵的 ok没有啊 下15了 来这边的话多开一个 ok车子车子的话 它又有补偿我一些那个 补偿我一些金币对不对 ok1200的金币 这边的话1500 算是多开一个 1万2的1万2 我还要留那个 我还要留金币去买那个 车子的传奇迷彩 所以这边的话 你不要闹了 ok来漂亮 终于来了我们的最后一颗 雪花球 今年的话来Summer 跟你们玩了一个 玩了一个保底啊 这边的话 也没有很好 也没有很坏 不过自由经验的话 我们开到的4颗 4颗雪花球 成绩的话比去年好 非常非常的多 去年的话是300万 300万的自由经验 这边的话1颗都没有 今年有4颗 来最后1颗了 我们这边的话 ok奖励的话基本上 我9个了嘛 来我们今年的话是开一个保底 这个不用拆了 这肯定是 肯定是新车配另外一台 OK漂亮 来终于拿到我们的 美国的新车了 这台哦 他很像一个那个 他很像一个大青蛙 Summer不会说啊 来这边的话 还有一台 这台VC的话 Summer也是有的 OK这个很吵 Summer这边的话 刚刚直接把他跳过 太吵了 来他现在出过他的那个 他的传奇迷彩 方位角迷彩 这边的话6千的金币哦 OK来我们这边的话 不差不差这个6千了 我们直接买 直接买 然后看一下我们的新车 OK来 美国的驱逐行 FN66F 这边的话 希望小伙伴们看开心 也祝大家有喜快 这边的话 今天跟小伙伴们玩我们的 OK一年一度冬季集市 希望大家看开心 也祝大家抽到 抽到好的成绩 Summer这边的话是基本上 算我们拍影片 算上我们拍影片 刚刚开始4万7 然后700万的自由经验 抽了一个保底 然后收藏车这边的话 就这些哦 大概是7千 7千5 5千 2千5 然后还有一些有的没的 基本上算是 算是没什么亏 不过也没有赚太多 因为基本上 这个冬季集市 你要赚的话就是 你一两颗雪花球 你就直接开到它里面的这台大奖 不然这种保底的 基本上都是很多老玩家 之前就有存很多的那个资源了 所以这边的话也并不算是免费的 你们看到的这些金币 都是Summer之前已经提早存起来了 来今天的话跟小伙伴们玩我们的圣诞节 迎来的最重要的那个雪花球 一年一度的 希望小伙伴们看的开心 也祝看我影片的小伙伴都中大奖 上面这边的话来感谢你们 从去年陪我到今年的圣诞节 他们很开心哦 也很感谢每一位观众对我的支持 这边的话来我跟你们说一声 感谢大家 来一年一度 希望下一年我们还能在下一个圣诞节见面 今天的话来圣诞节冬季集集市 希望大家看的开心 记得帮上个点一个赞 大家点赞 是上个这种影片的动力 这边感谢大家 下一期呢 一样还有其他坦克的影片 那我们下一期见咯 大家拜拜